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姨妹 今天我们又准备熟睡干啥了 小盆起来说的一般都是在摊土那里的 这条 这条应该是 这条平的 把它放回柜子里边 好 这里有一条黑椒还有一条龙背鱼 好大哦 怪不得我以为有什么超大的大货 原来是这两条鱼在那里猛来猛去 今天的浪好大哦 这个浪在这里 你看这个狗沙跟这个泥虾的区别 这个就是狗沙 这个是鲜虾 这还有筋骨鱼哦 应该是水尾 鲜虾的鲜虾比较安静 可以换小的 现在细节特别多这些 大加热 大加热 有一些鱼出来去看一下我那个是我妈妈的那个糖地的还是它是那个地宝的 所以要单身滑老的 我去看一下 好久没去过了 来点水果过去 大加热 很棒 我家有时候他胖到小 我家有时候 你肯定吗 你肯定吗 我肯定吗 你肯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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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平常就一个人住 他人照顾他 你觉得每次见到他挺心酸的 我肯定吗 我们说他被理购 女孩子那样 特别人 他的年孩 我肯定吗 他肯定吗 这些时局 他肯定吗 我肯定吗 他肯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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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肯定是体的 肯定的肯定 我们回去了 跟他没什么话说 要问后几句就可以 因为我们有一次过来 他不在家 第一次过来他又在家 小时候 这个啾啾他会经常去我们家的 因为我们家之前种田的时候 他就会经常过去帮忙 现在老了 就很少过去了 到家了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姨妹的记得也不做 拜拜 Hello大家好 我是阿姨妹 今天鱼霸做了好多倾气 你看 没舍得卖 他自己摔下来摔掉了这个钳子 太可惜了 爸 当你用冰水来 做什么 你用冰水当初饭的鞋 哎 没什么 要快吃啊 哦 我冻了 对了你冻了哈 把这里签纱 签纱里一个签纱里一个 这种方式呢 就是防止在煮的时候 这个螃蟹会掉签纱 可能咸一下 咸一下 哦 谷歌还忘眼 哦 这还好 也 哈哈 谷歌还用海 都用 都用 又海 这个是黄烟仔 然后呢 还有一种是黑眼 黑烟仔是在市面上会比黄烟仔的价格会高一点 这个是黑烟仔 你看 这个地方是非常黑的 然后我们对比一下黄烟仔 那个肥人 对 你看 对比一下是不是很 很有很明显的差别 这个好吃 这个是特别好吃的 黑烟仔是特别特别好吃的 农历五到十月是吃蟹的最好吃了 这个螃蟹从肉体到成年蟹大概是要退壳四到五次左右 每退壳一次就长大一次 就在青蟹脱壳的这个过程中产出了市面上的水蟹 肉蟹 烟仔蟹 高蟹 黄油蟹 还有虫皮蟹 我来教大家怎么区分一下黄烟仔蟹和黑烟仔蟹的区别 这个我们用通俗一点的话就讲这个黑烟仔蟹 它就是相当于是交过男朋友的蟹 这个黄烟仔蟹呢就是处女蟹 还没有碰过男蟹的蟹 这样大家会不会易懂一点 还有几个小螃蟹是卖给别人在鱼塘里养殖的 之前就有很多网友问阿鱼妹怎么把这个螃蟹养止天 就是收到的时候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放到冰箱里冷藏 那样子很容易把这些蟹给冻死掉 然后呢我们收到的时候就撒几滴水 水滴在它的身上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用大量的水去养它 根本不需要 我们就撒一点点水到它的体面上就可以了 收到螃蟹一定要尽快把它吃完 这样也可以放到两到三天左右 但是如果你不尽快吃的话 这些螃蟹会越养越瘦的 因为它离开它从小生长到大的地方的话 缺少了那种营养的话就会慢慢的变瘦 那样就不好吃了 我们呢靠海边的人就没那么讲究 一般清蒸的话就直接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刷刷刷刷 如果你要包粥的话煮饭的话 或者是姜葱菊的话 也可以刷一下它这个菱角这些泥 但是我们清蒸的话一般是不需要刷的那么干净 这个地方就是螃蟹的屁股 你看打开这里就有很多排泄物 有网友问为什么蒸出来的螃蟹会有点腥味 就很大的腥味 你就把这里清理一下 把它挤出来 把这些东西挤出来 然后再上锅蒸 就不会有那种异味了 讲修一点的话也可以用牙刷刷一下这个地方 这样翻过来蒸螃蟹的方式 把它把那些糕啊溢出来 先蒸一盘吧 高度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隔水清蒸就可以了 还剩这几个 把它做姜葱蟹吧 姜葱蟹就更简单了 把它对半切开 你看这些糕 腌仔蟹的糕 就像黄油蟹一样 等一下还有一个很新奇的煮法 可以分享给大家 这个是黄烟仔蟹 然后这个是黑烟仔蟹 两者是有区别的 这个糕会更黄一些 会更好吃一点 这个就像会比较瘦一点点 这个钳子也可以拍一下 煮的时候更入味一点 这种就是肉蟹 大肉蟹 这个肉蟹也蛮肥的 来给大家对比一下 哇 每只都是包糕的 家里只剩这一点点葱 不要慌 等一下我可以用点紫苏代替 紫苏橘蟹大家吃过没 也可以尝试一下 非常好吃 够了 冲洗一下 先打两个蛋黄 只要蛋黄就行 等一下可以这样子 粘一下这个蛋黄 然后再放下去煎一下 然后再焖 这样更好吃 而且更好看 想好看的网友也可以跟阿玉妹 这样学着做 或者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技巧的话 也可以告诉我 好 准备开煮了 粘一下这个蛋液 这种方法呢也是防止这些高溢出来 就粘一遍就可以了 一定要开小火 一定要开小火 先开小火 把这些全部粘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开大火 焖煮 感觉煎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就把姜放下去 然后可以放点葱 然后把紫苏也一起放下去 放一点点调料 放一点点调料 这不需要放很多种很复杂的调料 我们放点盐 好 再放一点点水 然后盖 盖上盖子焖煮一些 把 咱们还有一些 嗯 到时候 到时候也想摸了 洗把脸就开吃 熟 在中途的时候我放了点酱油 好 这样就可以起锅了 摄香味俱全 爸 吃咯 妈呢 妈也在睡午觉 妈 哪海吗 我哈 妈妈说不吃 爸 还吃 你先吃什么的 那什么 这个是紫苏橘蟹 这个好香吗 这个香 你要不要尝一下 好 这个是清蒸的 我来尝一下这个清蒸的吧 我比较喜欢吃原汁原味的东西 这个蟹你别看它个头小 但它是非常肥美的 你看 好肥 这个腮帮不能吃 这个就是顾虑那些杂质的 然后这个是蟹的胃部 把这个也去除掉 这个比较寒 一定要去除掉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白色的胃 所以也要把它去掉 就这个 这些东西 然后清除 好了之后 然后把这个屁股这里也 拿出 拿掉 然后这样就可以开吃了 它这种膏状 好香 哇 人间美味 好味道啊 把它扭出来 对 扭出来 比大杂蟹 比大杂蟹还要好吃 因为它这个香味比较浓郁 阴仔蟹 高如温香 又是软郁 嫩滑香甜 这种蟹是最好吃的 你看 还有点葱皮 这个皮啊 是非常好吃的 这个好东西 来吧 给你吃 好东西 留给你 谁都不吃 谁都得吃 给我吃 你 你也是啊 这些好东西 你都不舍得卖留给我吃 我还是觉得原汁蒸的 会更好吃一点 蒸出来的时候 它会有流出那些类似黄油 蟹的黄油膏 这样原汁吃的话 鲜肉又香 又鲜甜 是吧 哇 那是配上一杯酒就好 中午就要喝酒了 免了哈 对 好了 晚上可以小酒两杯 好 给你吃 来来来 哎呀 我尝了一下这个紫苏橘蟹也非常美味 新竹法 紫苏橘蟹 女道名餐 这个蟹前好多肉啊 吃完 好 鲜子蟹就是平民中的黄油蟹 外面好多人都是这样子 肥啊 好吃 好吃 又鲜甜 要肥 又鲜甜 真的好甜 好鲜啊 味道整的好 爸我给你帮我纸酥吃这个蟹琴 让人吃夹牛香 唯味无虫的人间美味 哇 吃吃肉饭 吃吧 这样吃好吃 好 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鱼美的记者公众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鱼美 今天我邀请了客人 因为上次他也请了我们吃那个蜂牛叶 还给了我们那个蜂草的泡酒 所以今天晚上我买了好多好多菜 邀请他们过来我家吃饭 就当做是答谢宴吧 因为他是堂哥的朋友 他也把我当成了妹妹那种 所以很感很感激 准备干活了 哇现在几点 现在三点多看一下吧 下午三点 你看我这顿晚饭要准备多久 这个章鱼在冰箱放了好久了 这是之前晒的 现在可以拿出来煲汤了 吃点醇醋吧 嘛 你直接菜的 他说我 你吃饭了吗 你吃饭了吗 他好想让我打个桃子 自己吃饭了吗 你没吃饭了吗 没吃饭了吗 在乱饭了吗 我和你吃饭了吗 有用在乱饭了吗 我还有我来吃饭了吗 整个乱饭了吗 我给了你吃饭了吗 你吃饭了吗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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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要不要來吃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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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先煮生態魚 最近愛上了生態魚 好 我看看 切開 你開 又煮了一半 我會怕自己 你喜歡讓小孩休息 要麻煩嗎 輕鬆小孩 不要生氣 再吃… 你吃… 吃… 你吃…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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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今天的菜客 生菜魚這一盆是 我要拍一個照片 笑到你的吧 笑到你的吧 嗯,我喝點飲料吧 這個是松湯 松湯 松湯酒 自己泡的 自己泡的 泡鍋 這個沒有花一花廟 快去吧 我不是肚子腳 我要吃光 是老是好 我不要賣了 你再說一點 你直接喝酒吧 多吃飯 多吃飯 吃飯 我會吃美味的 我沒有吃 Organisation 我會吃飯 好 好 我會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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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期的視頻就到這裡結束了 喜歡你們的謝謝大家拜拜 這是什麼東西呀 青媽媽 哇哇 喂 你聽得懂我講話嗎 哎呦嚇我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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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媽媽 她不善言辭 但是很勇敢 無論遇到什麼事情 媽媽總會 第一時間給我幫助 她喜歡 她好像沒有 特別喜歡的東西 記得以前 在每次給媽媽送生日禮物 的時候 她總會說不喜歡過生日 後來就再也沒給媽媽送過生日禮物了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媽媽 帶了一雙塑料耳環 原來 這是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在小賣布 花了五毛錢買的 塑料耳環 十幾年前送給媽媽的生日禮物 她 居然一直收藏著 看著這個塗著精粉的塑料耳環 我不僅惭愧起來 雖然 雖然 我選擇回到小鎮 希望能更好的陪伴媽媽 能更好的照顧媽媽的生活 起居 但他們的很多生活細節 我還是沒有留意到 這對耳環提醒了我 媽媽把所有的熱愛 都慶祝到這個家 這是我的爸爸 他是一個快樂的老頭 網友都說他很可愛 驚不驚喜 意不意外 她喜歡唱歌 這是她最熱愛的事情 她每次吃飯都喜歡小左兩杯 她很愛媽媽 喝醉的時候還會拿著我的玫瑰花 向媽媽表白 她也很愛我 她也很愛我 不論我做什麼事情 都會支持我 爸爸送給我的行樂禮物 用公益追證 會不會支持我 會不會支持我 爸爸送給我的行樂禮物 用公益追證 會不會支持我 那幫人 這是我的爸爸媽媽 他們就是我的熱愛 他們就是我的熱愛